大家好,我是百姓可乐代言人王河滴 哎哟,这家伙帅,还行吧 基本操作 那首先,先和大家分享 今天呢,其实,立体不光适应百姓可乐不代言人的身份 这套服装大有来头 今天这些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背后的logo 这些是连续款,然后特意在今天这个盛大的场景,然后穿上给大家展示 所以可以说,今天晚上这个连续款是全球首秀 真是 所以各位想要吗 这样,咱们先来听一听,咱们这个主旅人弟弟 你来介绍一下吧,这次咱们的这个创作理念 希望让大家通过这个联名感受到什么态度 我觉得就刚刚那个,我们的短片的最后一句话 咱们的这个核心就是可望就可能 所以我就想这一次的这一联名的系列也想给大家传递出这种态度 可望就可能 那弟弟呢,作为百事可乐的单人 其实我们刚刚也分享到了 这次我们的笑容最强音的主题就是可望就可能 那弟弟也是一个想做就做 永远是一个行动派 然后呢,严密来分享一下吧 你是如何理解 渴望就可能这句话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放胆去做 勇敢去玩 然后就是用心去做 然后我觉得我是一个行动派嘛 所以每一件事情我都希望可以把它做好 但是这些做好的这个原动力的话 我觉得是源自于我自己的渴望和热爱 然后我觉得相信有了这个渴望 我觉得可以去创造出无限的可能 说得太好了 有渴望才会有可能 对不对 其实我们都是行动派 接下来我要说一件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了 请讲 咱们怎么能够拥有这个同款服装呢 那给大家宣布一下 在7月19号 我们那个上海安福路 然后Deserve 门店那边大家可以去打卡 然后大家可以过去 欢迎大家过去玩耍 好的,谢谢 那刚刚我们分享到这个车岛跟弟弟 是有这个青丝万缕的关系 应该也很久没见了 是不是 好久没见我车岛了 好久没见我哥了 这个车岛这边准备了好多问题想问呢 其实也没有好多问题 但我跟弟弟真的很久不见了 上次见好像是微信视频里面 对,上次见是在微信视频里 军哥的微信视频 没错 对,就是好朋友好久不见可以打打视频 但今天我觉得这个场合特别的棒 是的 因为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场合 是的 我们最强音 第十一年的总决赛 也是我们的年度胜点 弟弟今天搞了好多大事哦 比如说 你看我们细拍的特别好对不对 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跟说唱 有了更多的连接 没错 然后球也打得很棒 得了很多分 谢谢 然后潮牌根本就买不到 是吧 再说下去不好意思了 因为DDeserve的第一次直播我就在嘛 对不对 没错呀 然后今年跟百事搞了这么大的一个动作 强强烈面 因为我在我心里百事可乐其实一直是个潮牌 潮牌 潮牌 潮人就应该跟潮牌连接 没错 搞了这么大的动作 其实我都还没有收到C定 你知道吗 我已经准备去安抚路排队了 你不用排 你到直接去报我名 直接拿 是不是 对不对 你不知道那个pop up就在我家楼下吧 没有 是吗 在你家楼下 直接给你去家里面 其实我有个问题 弟弟今天搞了这么多事 说唱搞得很好 对不对 跟我们说唱圈有越来越多的连接 潮牌搞得好 篮球打得好 斜杠青年 多西发展 这些灵感都是哪来的 就是王赫帝每年搞这么多事情 而且每一件都搞得很好 这个灵感感觉像打开了百事格了 气泡生疼 这些灵感的来源是哪里 其实我是 首先不敢说搞得很好了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是喜欢在多个领域去探索 然后去在里面去认真的用心的真的是在玩它 放松的在玩它 然后在里面 我觉得那些东西是会就是反补给我的营养的 就是在我喜欢这些里面 我觉得还是原子那句话渴望就可能 因为热爱所以可能 但我觉得弟弟玩的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对不对 他刚才片子里说得很清楚 喜欢HIPHOP 在HIPHOP有很多延伸 篮球 说唱 潮牌 那今天跟百事可乐 这个联名一定会非常的棒 谢谢 先给我预留 如果我买不到的话你帮我留一件 当然 我去潮腹姐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呢 我觉得这么多事情里都是在跨界和尝试 就像跟百事这次的联名也是一个跨界 你觉得为了做这么多的尝试 你做了哪些努力和改变 改变我觉得算不上 改变我觉得算不上 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 从一而终 一个比较real real一点的 就是喜欢东西就是喜欢的东西 不喜欢的东西是不喜欢的东西 但很多时候吧 就是比如说说唱 我就是 可能 我是一个爱好者 然后我就是 从一个白纸 然后和身边的兄弟们学习 跟着他们学习创作 然后包括 其实各个领域都一样 包括潮牌也是一样 就是我觉得是 要有那个 敢于尝试的心 和那个从零开始的那种 执着吧 就是那种 钻进去的那种 那种执着和热爱 所以就是在每个领域 然后从 由于那个心态是 从零一点一点一点 脚踏实地的 往上做的那种心态 因为真心的渴望 然后通过自己不断的 钻研和努力 把所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都变成可能性了 对不对 基本上喜欢的都玩到了 说唱 还真是 还真是 蛮幸福的 第三个问题 弟弟 今年跟说唱有这么的脸 其实大家不知道 王赫帝帮助了 我们这个行业里 很多说唱歌手 他其实 虽然他说自己是个爱好者 但其实他身边像王清明 就是帮助了非常非常多 谈不上 谈不上 今年玩说唱有什么感悟和心得 今年我觉得 就更享受这个东西了吧 然后顺便给大家预告一波 应该马上很快就会有 新歌和新MV和大家见面了 对对对对 可以期待一下 应该就在这个月 谢谢白石可乐 我跟弟弟好久不见了 今天在这个大家的关注下 朋友聊会儿 兄弟们聊了会儿天 还真是 之前就是直播间 然后我们在饭桌上聊天 在缺缺的减肥日记下 聊天 然后今天是和大家们一起在这个 在成都我的主场 对 这里是你的主场 这是我的家乡 然后也很开心今天在成都和大家详检 回家的感觉很清晴 好 那刚刚两位分享了许多这个突破创新 包括自己这个不设限的一些概念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车导 那你对于这次弟弟的Decirable 和我们的这个百事的合作 你的理解是怎么样的 我非常的期待 因为我在我的心里 百事可乐其实一直是一个潮牌 因为他们在支持年轻人做最潮的 然后年轻人最喜欢做的事 那在我心里弟弟当然是一个潮人 对不对 就像刚才说了说唱篮球 他喜欢的东西自己都玩得非常好 不光勇于尝试 而且都做到了结果 我觉得潮牌应该跟潮人在一起 那弟弟又是百事可乐的代言人 所以我觉得Decirable 跟Pepsi这波联名是势在必得的 势在必行 一定要联名 势在必行 势在必得 而且很对位的一次合作 对不对 这个人生百味 百事最对 那我们也再次感谢两位 那接起来呢 我们最后 弟弟 有没有什么话 想对这些和你一样 希望突破自我的朋友们 分享一下 给他们加加油 鼓鼓劲儿 我觉得大家就勇敢一点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怎么爽怎么来 渴望就可能 然后祝大家今天刷得开心 谢谢 这个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了 那我们就选手欢迎送弟弟 谢谢 谢谢春导 谢谢两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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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